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一個蠟燭熙 位於兩個平行鏡子中 如土所示 第一是兩個鏡子的距離 請問一號鏡子 一號鏡子的左側成像 距一號鏡子 最接近的三個像的距離為何 最接近三個像 第一個像是這裡 以這個當鏡子成像 這是一次成像 這個是0.2 然後再來的話 以這個當鏡子的話 這個鏡子的像在這裡 鏡子的像在這裡 然後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說 然後再來 再來的話 再來一個什麼呢 然後這個以什麼呢 以這個當鏡子 這個當鏡子的話 這個像的話 會在哪裡呢 會在0.8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0.2 反正哦 這個東西哦 整組的話會copy過去 然後這一個的話呢 會copy成這樣子 哦 就是 這一組哦 這一組的話呢 會copy到這一 那個這一組 這一組會copy到這裡 一直copy過去 哦 就是一個 啊跟另外一個 哦 copy過來 這個的話哦 就 成像在這裡 這個的話呢 成像在這裡 然後的話呢 這個會這樣一直過去 哦 這個 會這個一直copy過去 那所以的話 它第一個像的話呢 是距離的話呢 0.2 0.2的地方 0.2D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像在這裡 就是說 這是2D嘛 這個2D啦 2D 那我們呢 就盯住什麼呢 盯住 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鏡子最靠近的 那兩個像 把它盯住 好 那盯住以後的話呢 這兩個像 就2D 減一個0.2 加一個0.2 就2D 減掉呢 0.2D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看著 看著是說呢 這個是1D加0.8 就D 減0.8加0.8 這樣看也是可以的 那個是你 這個當基準 那如果以這個當基準的話 就是減0.2加0.2 以這個當基準 就是減0.8加0.8 這樣都可以 這個 2D減0.2 還有什麼呢 2D加0.2 這個是 最靠近什麼呢 最靠近1號鏡子的 三個像 繼續下去還可以 就是那個 0 2 4 6 這樣一直過去 所以的話 它最靠近1號鏡子的 下 的三個像 是0.2D 還有多少呢 1.8D 再來是2.2D 然後一直列推 所以是這三個 所以這題答案好 應該要選A